好來我們看一下二十五題喔 他說誘圖是個汽車上面的XT 圖 好這是XT 圖我把它圈起來 那麼請回答這個題目 好第一個題目說 請問你汽車全程所過經過參考點幾次 欸什麼參考點啊 參考點指的是誰 參考點指的就是圓點吧 如果不會的話我把自己把起來去喔 參考點指的是誰 就是圓點 所以請問你我經過圓點幾次 一次 兩次 三次 答案三次 然後呢出發後又回到圓點呢 欸圓位置注意喔 圓位置跟圓點是不一樣的喔 圓位置呢圓位置在十的位置 所以請問你出發後再回到圓位置 走過幾次 來出發後這裡不是一次嗎 這邊呢又一次對不對 就是後兩次 再來第二題前兩秒的平均速度 是多少來平均速度怎麼算 是不是位處理時間 時間很簡單 就二啦齁沒問題 來兩秒內來請問你 我是從十走哪裡 負二來中點減幾點 中點是負二 幾點是十 隨便的負二減十 對答案 負六 在這裡就負六 你看沒有很難對不對 你只要觀音清楚就會起 他可以說啊負十五 前兩秒的平均速度負十五 肯定專輸 欸沒有啦你看這裡 這個很好笑 蛛頭這裡負十 這裡就變負二了 答案給負十五喔 這應該寫錯了 但是負二十才對啦 所以改一下吧 這應該是負二十 所以應該是負二十 寫十變成負三十 所以最後負十五 好不好意思 這單純是那個表格裡面 出錯了 好這把他改一下 這應該是負二十才對 好這台題目問說 那兩到三秒的平均速度類 這個公星兩到三秒 你看這邊 Accursity如果是水平的話 這代表什麼意思 禁止吧 既然禁止這樣平均速度呢 流算不是零 對不對 好所以答案就算出來了 來第五題呢 就是越來越難道 全程的平均速度 來平均速度總算全程的部分 是不是總位移或總時間 總位移總時間來全程的話 總共幾秒 從零到六吧 好注意看注意看喔 難得來喔 請問你 位有多少 位中點是在哪裡 中點 老師看最高跟最低不對 看最後這個位置 他在零的位置 這中點幾點呢 十 所以應該是零點十 所以他就三分之五 OK 這點答案 平均速度 不好意思 就機車啦 好 怎麼辦 平均速度 是不是 路進場處理時間 時間簡單先寫好不好 時間簡單先寫 先寫六 因為總共六秒 喔 教你一個基整的那個概念喔 不管你在寫數學或寫理化的時候都是一樣的 如果你覺得題目不好做的時候 你先寫簡單的或寫先寫 然後不要想簡單的怎麼算 好 請問你 路進場怎麼算 我是不是先從十到負二走這一段 請問你走多少 走三十喔 你知道老師為什麼不是負三十 因為路進場是沒有負的 位置才有負的 我如果想去的話 這一段有沒有從十走到負二十 其實走三十喔 然後臂下沒有動 就不用管他 再來 我是從二十走到這一段 這多少 這裡 這一段 我從負二走到二十 走了四十 所以這加四十 然後呢 就從二十走到零 所以又走到二十 所以大概是等於六分之多到 七加二 九十 所以大概就十五 好 平均速率是十五 這個是三分之 OK 這樣會啦 好 好 最急車是第六 這個最難 你最容易把你騙倒 他說請問你 G在等於四的時候的順時速度是多少 一瞬間速度是多少 我先說一下喔 這個題目是故意騙你的 等一下回答我的問題就好了 你認為現在我畫了藍色這一段呢 他在做什麼運動 他在做的是一個等速度運動 既然是等速度運動 代表這裡面每一個點的速度會不會一樣 會 所以他這邊設計是 T等於四秒的順時速度 其實相當於求 三到五秒是什麼 平均速度 因為三到五秒就是做總積 三到五秒就做的是一個等速度運動 所以 雖然題目是在求T等於四的順時速度 其實相當於求三到五秒的那個平均速度 是一樣意思的 這樣會嗎 好所以請問你 三到五秒的平均速度怎麼算 又來了 平均速度等於 位移除以時間 時間沒簡單啦 來 三到五秒總共幾秒 三到五秒 兩秒 對不對 好 除以什麼 位移 來吧 三秒是在負二十 五秒是在二十 一樣 是不是重點減幾點 所以是不是二十減掉負二十 四十 所以四十除以二 二十 所以我的數值速度就是二十 這樣會嗎 記住喔 回去 拜託你一下 多看一下